夏天到了不少人规划出游玩 不过疾管署日前表示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升高 宣布进入第六波流行期 上周新冠病发症病例达817例 已经超过第五波流行期的近700例 对此文件站就担心影响长者近战的意愿 会怕说像上次去前两年这样观战 然后因为我们有长者就是为了 疫情的关系而往生 所以这避免这些风险 我们还是会有酒精消毒 还有漂白水消毒 会担心因为毕竟长者的抵抗力比较弱 那现在就是升温的话 就是我们可能只能宣导说戴口罩 然后做好防疫初始 也只能这样子 但有些长者是因为怕会被传染 然后反倒就是不敢来 对此卫福部也祭出新冠疫情上升四大策略 包含持续疫情监测 强化防疫物品储备余调度 研定相关临床及感染管制的指引参考 加强卫教以及医疗院所的合作 这次病毒跟2003年的冠状病毒是很不一样 它容易会造成这些突变 所以未来在社区化 或者流感化 这样的一个状况会是很常见 如果有症状而且确诊 赶快来使用符合这些药物适应症 跟重症风险的患者赶快来使用药物 不过医师就表示目前Omicron变异株以KP2 KP3为主 整体死亡率约百分之零点七 新的KP2变异株对于抗体的保护效力 因为病毒突变的增加而慢慢下降 微福部也表示这次高峰期将落在七月中以前 目前我们初估可能它的高峰期是在七月中以前 大概是一千出头例一周啦 就是住院的病例 其实我目前还是说所谓的建议啦 进医院或是这个所谓的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那可以建议戴口罩 随着疫情升温 疾管署年底也会引进更新的疫苗 提供国人接种 呼吁高风险的患者 包括65岁以上年长者 慢性病患者 还有怀孕妇女都建议要持续接种疫苗 原时新闻赶紧 我们要不来路上台北市城报道